流量地球2里面有很多目提到了密码 我觉得能拿来聊的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启动根服务器的密码 就是那很长串 要压压来输入的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炸月球的核弹密码 作为从事过密码相关工作的程序员 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一些疑问 为什么根域名服务器密码要那么长 全是数字 为什么不能破解核弹密码 必须牺牲人来手工引爆 大家在网站注册的时候 通常会要求密码复杂度 比如要字母数字字符组合等等 而现代计算机都是使用二进制 无论你设置多么复杂密码 密码都是转换成ASCII编码 然后以二进制的形式落地到磁盘中 当然现实中为了防止数据库管理员偷窥密码 还会进行不可逆的哈希算法后再入库 哈希在我之前的视频里有讲过 其实如果把哈希说成MD5 大家应该就明白是什么回事了 当然这个和电影关系不大 我就不展开了 想了解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而电影里刘德华让鸭鸭读的密码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实进制 当然了 二进制存储的密码 也是可以转成实进制的 但现实中最方便展现的方式 还是16进制 因为一个16进制 数值可以展现2的8次方的总数字 正好是一字节 正是计算机存储的最小单位 所以为了输入效率 实际上用16进制是最合适的 而我在知乎里也看到了 剧组官方人员的解答 因为鸭鸭的小演员只有5岁多 考虑到小女孩的表演问题 最终还是选择了10进制 好吧 让我想到电影里没个梗 当然了 实际上 现实中如果是关键操作授权 不会让你单独输入一个密码就搞定了 说白了 如果只输入密码就搞定了 连最基本的二级等宝都过不了 我们专业领域 关键授权是需要多因子校验 可能会有人提及人脸识别 其实从安全等级来看 人脸识别是属于低安全等级 高安全等级是数字证书 一般是用这种硬件设备 密钥是存储在硬件里的 连算法的计算都要依赖这个硬件 破解难度是很大的 因为硬件本身的速度不会很快 如果不公开算法和参数 哪怕你手上有550W强大的算力都没用 我们接下来讲讲核弹部分 B站有很多解读核弹密码的视频 但我感觉它都没有说在点子上 我认为引爆的最大的问题是黑核 软件测试分黑核和白核 白核就是你知道软件本身运行的机理 就是按照最初设计的逻辑 逐步检查运行结果 而黑核就是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像流浪地球2里面的场景 各国核弹的远程引爆实现方式肯定是不同的 而且跨了那么多个年代 换句程序员的话来说 你需要把一大堆间隔几十年的 远古B元组件拿来调用 能不能跑都是个问题 搞不好里面还有13代嘛 毕竟每个国家的实力都是有差别的 整合到一起 关键还不能有一点出错 因为整个月球相控阵引爆 一定要求同步引爆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最严重的是只有一次机会 连连条测试的机会都没有 从程序员的角度来说 这基本上没人敢这么做了 所以在电影中 引爆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在破解密码本身上 而是黑核 所以用手动引爆的方式 确实是最稳头的办法 不过我这里还是觉得有个bug 既然引爆器都是按按钮 为何不用机器人远程操作 按按钮引爆呢 不过这样做电影本身壮烈感 可能有所下降吧 我觉得导演应该是有想到的 大概是剧情需要吧 最后我认为 从电影的角度来看 这部电影已经是跨了一个世代 电影很好的做到了科幻戏剧性 与现实之间的平衡 最后我想说两句 可能轮不到我来发声 我认为流量地球2 存在的意义 不单单是一部电影 而是一部不使用小鲜肉 不在票房上造假 完全靠自身的硬实力 经得起考验的剧本 硬核的科幻元素 老戏古的演技 感人自身的剧情 堪比好莱坞的特效 它象征的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崛起 而像这样一部综合实力 可以赶超安泛达2的国产科幻电影 却拿不到票房第一 未来会不会影响资方的选择 所以我能做的 就是给更多人安利它 让更多人去电影院看 从我个人利益上说 号召大家看我拿不到一分钱 但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流量地球2能做到口碑票房双丰收 未来是不是有更多优秀的国产科幻片诞生呢